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 酸甜苦辣利行过也醉过 也曾倔强脆弱依然执着 相信花开以后会结果 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 爱恨成百里因过也输过 也曾灿烂失落无悔选择 相信我哪里竟是收获 成长的路上我继承曲折 我遗憾睡觉管梦想花朵 人瓶睡了脸朝我或请我 都会风轻云淡一笑而过 在我的心里 来来来试试衣裳 出衣裳 尝尝衣裳 有点大啊这一块 小外一块 小外一块 那肯定长得大 先还要皮一下 会想咱们调个小姐 Not dream 你好 好 妹妹 他 宝贼 来 上去 你们还有个宝贝呢 今天就来的这一车毛孩子呢 已经在宠医院全部的安装好了 两只大一点了 像这只小泰迪 还有只小兔狗 小泰迪呢 是已经习过不早 剃过毛了 但是那个小兔狗的话 可能是在狗路车上长期受到虐待 现在对于人类可能就是有一点抵触吧 他现在是不让碰 也不吃也不喝 我跟小泰的决定是慢慢的让他就是 跟我们熟悉之后 相信我们之后呢 然后再给他去洗澡剪毛 当然了 还有我们第一次送来的 第一只紧急抢救的那只毛孩子 那只毛孩子呢 这会儿呢 还在忠诚念护士里边 然后一直是竖着点滴 然后在那个保温箱里边一直待着 希望他能够坚持下来吧 希望他能够意志力稍微强一点 能够活下去吧 我们也反正是尽力去抢救他了 当然了 还有几只小奶狗 小奶狗的话 现在整体的状况也还算到非常不错的 还有一个好消息呢 要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把他们带到虫医院之后呢 然后让虫医院的孙医生帮我们发了朋友圈 发了朋友圈之后 就有人过来领养这个小奶狗了 已经是领养走了一只了 可以看得出啊 这个主人对这个毛孩子还是非常喜欢的 当时领养走的时候就直接给他削了虫 然后过一周 他们还说要过来给他打针做绝育 这个我跟小赵就放心了许多 当然我们是每一个领养出去的毛孩子呢 我们也都要负责到底 后期呢 还要去回访他们 这会儿呢 回想一下我们下午刚去见到他们的时候 就在狗肉车上看到他们第一眼 这一圈的毛孩子 当时看到我跟小赵过去 他们那个眼神里边 充满了就是恐惧和无助 好像那个眼神就在告诉我们 他们一直在向我们求助 就是说让我们救救他们 也确实我们确实这么做 我在这儿呢 还有件事情呢 非常想不通 就是你像小泰迪 还有小奶狗 都是这么小的小狗 就要可能要被送上狗肉车 可能下午呢 也就被送上餐桌 我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 他们就是看到这些可爱的毛孩子 怎么忍心能够把他们去送上狗肉车 送上餐桌呢 当然了 可能这是现在 流浪毛孩子的一个缩影 我跟小天呢 我们呢 也是在我们能力自身可能都有限 也不可能说去能救助所有的流浪毛孩子 当然了 我们也是在我们本地 如果说我们碰见这种流浪的毛孩子 我们还是会竭尽所能的去救助他们 帮助他们 我们想通过我们的行为呢 去影响更多的人 让大家都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去关注 关爱这些流浪的毛孩子 我从来不说谎话 我天生就会看家 我带人真诚不许家 我有时也会撒娇 有时也不太听话 都怪我好清醒的 还让世界变得美好 还让生命长大 海洋世界充满幻想 让天下与你家 人类呀 爱我吧 请给我们一个家 我是你最忠诚的朋友啊 人类呀 爱我吧 最让我的歌字大 我保证我最听话